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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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这儿情感上有需求 你们可能我知道可能在短时间内 你们也不可能说是马上就是很大的改变 但我觉得首先要理解父亲 父亲一辈子不容易 到今年六十多岁 他到了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有个人在身边 能说个贴己话 有个人照顾他 孩子终归是孩子 你们能理解父亲这一点吗 这能理解 老来伴老来伴不老那么说的吗 是吧 就是说我同种阿姨 我跟他人那么说的 我说叫妈 我说这个有点不现实 说以后您真的说 说过十年过二年 说您真的做到了 也没事说不可能比亲妈好吧 也应该说人家做到了 应该叫了 所以我觉得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 这个你们既然是做儿子的 能不能跟父亲 包括李阿姨说一证 以前比方说说什么话 说到这个气口上 语气不太好的话 请这个父亲和李阿姨 别在意 别往心里去 可以 可以 爸 阿姨 我们要说得到 或者说不到的 或者做没做到的 请您多体谅 也原谅